月月偶像练习生郑景莲老干部作风吸粉颠覆功课男情将成偶像清流 爱奇艺重磅推出的超级港宗偶像练习生马上就要与巧手期盼的观众见面了 本周微博上开播的话题一月成为网综类榜单第一名 主题曲公布也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讨论 昆音娱乐BC221的练习生月月参加了这档引发了全网热议的流量网综 网友在曝光的一众线路中发现了这枚独特的美少年 很多小姐姐更是直接到微博打call宣示主权 美少年男团养成计划 BC221的鲜肉老干部月月 BC221是昆音娱乐于2017年首推的偶像养成品牌计划 目前首批练习生有 月月 Pinkney 不凡 Kepto 林超 Didi 慕子阳 Quinn 其中 1992年7月出生的巨蟹做成员月月 不仅弹的一首好吉他 而且声音苏扎 网友都表示这个声音过耳不忘 很有词性 具有穿透力 嗓音低沉 这也给他自己本身添了很多禁语系的气质 明明是个低音炮 却充满了诱惑力 甚至有小姐姐表示想要一段月月录制的起床铃声 希望自己的每一天都被荷尔蒙爆棚的声音叫醒 月月作为昆音娱乐练习生 其实在此之前 就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 她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去赢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在曝光的一系列视频中 月月都有着超脱年龄的沉稳 完全就是鲜肉的躯壳里包裹着一个老干部的心灵 月月征战偶像练习生 月月参加的偶像练习生将于1月19日正式与乔首期盼的观众见面 在早前节目组放出来的几组物谣中 网友都被这个表声音超苏 一本正经的美少年彻底吸引 对比节目中大部分开场冷场或是花式介绍的练习生 月月的台风从容稳健 从自我介绍到才艺展示都恰到好处 被网友评论是诸多练习生中难得一见的清流 月月凭借完全不卖萌的正经 连老干部形象一跃 成为偶像练习生曝光的视频中最为吸睛的 网友表示在月月身上看到了偶像的自我修养 颠覆工科学霸印象 练习生出印象或好评 月月在偶像练习生的100%出印象视频中的自我介绍中表示自己在此之前是个工科男 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实验室里画画图 坐在电脑前编程 月月说比起工程图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公式 她更喜欢抱着吉他 找一个无人的教室 伴着阳光弹奏自己写的曲子 温柔地唱着歌 网友看完都留言表示彻底颠覆了传统工科男的印象 这个鲜肉外表老干部内心的少年有着超脱年纪的柔软内心 太治愈了 此次月月参加的偶像练习生由全民参与投票 从百位练习生中选出9位正式出道 能够将自己的事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环交给流量和市场来决定 这是一场残酷的厮杀 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国民偶像的诞生 偶像练习生能否开创中国偶像诞生的新纪元 总的来说野心尽险 未来可期 随着开播之意的临近 喜欢月月的网友可以多多关注其在偶像练习生中的精彩表现 为月月的地位来加油助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